拜登和新任澳洲總理 埃班尼斯一見如故 在峰會後的美澳雙邊會談中 兩人有說有笑 埃班尼斯當選後 馬不停蹄赶到日本首次參與四方安全對話 他在峰會上強調 四方領袖將堅守信念 來提高印太地區的穩定 金融時報報導 四國領袖在峰會中討論 將啟動非法捕魚監控系統 來抑制在印太區域非法捕魚的大量大陸漁船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反控美國表示 美國漁船在公海的作業天數年年超標 竟然還將矛頭指向他國 不過四方安全對話中 最受到全球媒體關注的 依然是拜登的對台政策 前一天連續兩個yes 證實如果大陸清台 美國願意軍事捍衛臺灣 不過一天的時間 連續兩個no全盤推翻 拜登前後出入了發言 令外界摸不著頭緒 不過美國國內對於拜登曖昧模糊的發言 也有反對聲音 前國務卿季辛吉23號呼籲 美國不該透過軌跡 或是循序漸進的方式 推動兩個中國 更應該避免讓臺灣成為美中雙邊談判 以及緊張關係的核心 記者劉家宇報導 你買物化器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夠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 好妙子 好妙子